尊敬的陈会长 严会长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首先欢迎我们来自全国 来自海外 我们尽忠的家人们 传统文化的家人们 大家能够共聚一堂 万法是因缘所生 缘是条件 所以我们聚在一起 要有众多条件 甚至于一个人当中就要有很多条件 比方说你先生不让你来 能不能来 比方说你刚好肚子痛了 能不能来 你看一个人就有不少条件 那我们现在有一百多人 哇 加起来真是 我们能共聚一堂是很难得 所以我们要习缘 知缘呢 知道缘的不易 就会珍惜缘分 那珍惜表现在哪 表现在上课的时候不要梦到周公 可能有人带了秘密武器来 叫Coffee 是吧 我是在很想认真听 但是我这个眼皮不是很听话 这个时候大家到了这么山清水秀的地方 还要这么硬撑眼皮 还有音乐配音 这有点太为难自己了 你在这样的环境 你在这样的环境 你不放松身心啊 那就有点太对不起这个环境了 大家说有没有道理 这也是习缘啊 我们现在有人事环境啊 还有物质环境啊 所以我们这个三天里面有安排散步 这个就是珍惜这里的因缘 我们来这里上课不可以啊 一天上课九个小时 然后呢 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 这个有点太紧张了 而且啊 我们体会一下 人在领悟道理的时候啊 是我要领悟道理 我要领悟道理 这样能领悟呢 还是他很放松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曾经看过 哪一个祖师的传记 他开悟的时候是说 我要开悟 我要开悟 有没有 没有哦 怎么开悟的 突然一个落叶飞下来 开悟了 代表他完全放松啊 所以古人呢 总结很多啊 人生的阅历 人生的体悟 说到了 探理 以柔 你要深入 人生的意理 深入宇宙人生的真相啊 要柔 身心要放松 具体 你看古人的话当中 他都有比喻 因为理跟事啊 要融在一起 你有一个事项呢 他对这个理就容易体会 所以诸位 我们教学的同道们 我们要深入一部教诲啊 叫理济学济 曾经深入过的 请举手 学习过的 阿弥陀佛 你们现在是很含蓄 还是 还是吓我的 好 原来是来了不少 初发心的老师 这个初发心非常难得 初发心菩萨 看下去确实年轻人不少 所以没学过是正常的 我刚刚的眼神 已经造成他们的压力了 我一个教学者 要马上察觉 所以台上跟台下 不能是分割开来的 是吧 不能你在那里讲 然后底下的同学们 都在做他的事情 这样台上台下 就没有融成一体了 可是呢 我们有时候一上课会紧张啊 然后昨天准备的 就一直照着念啊 请问大家 能不能跟底下融在一起 融不起来 能不能 印这些小朋友的机 给他说法 因为我们没有看着他 怎么印他的机呢 所以准备啊 是需要的 这代表我们的态度 可是准备了以后 上去啊 照着念啊 那这个可能就很难 跟学生融在一起了 然后顺势去引导他 可能就掌握不住了 大家有没有曾经上过啊 老师都不看你的课 那上下来的结果怎么样 有没有倒成一片 大家都睡着了 好 那 这个礼记学记里面 有很多 很重要我们 从事教育啊 应该建立的使命感 建立的心态 还有教学的方法 都有讲到 比方说使命感 君子如意化名成熟 要化名成熟 要改善整个风俗 一定要靠教学 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 那我们看到这里啊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教学 可是我们不能一听到教学两个字啊 我们马上冒出来的一个影像 就是站在台上讲课而已啦 这又是一个要建立的观念了 我在21年前 在这个海口 刚好有人邀请了去企业界 给他们做传统化交流 而且来的呢 都是高管 那 这个公司负责人呢 就请承德跟他们谈管理 诸位同道啊 我们要不要学管理 你们是老师啊 干嘛学管理 你管一个班级耶 要不要学管理 要哦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观念哦 那要把老师扮演好啊 老和尚说的 坐之君 坐之亲 坐之师 这个专题啊 是有典故的哦 因为很多人 见到老和尚 跟老和尚谈 说到啊 比方说父母的说 孩子不听话 当老师的说 学生不好教 当领导的说 下属不好呆 反应这些情况 问题很多啊 那老人家就应激啊 提醒大家了 这个叫法药啊 以助法药 救了三苦啊 请问大家 现在当父母的苦不苦 点头的人不多 当老师的人 要不要体会当父母的苦 要啊 我们教学的时候 我们教学的时候最重要的伙伴 我们能把这个孩子 教得成功与否 最重要的伙伴是谁 是孩子的父母啊 他不配合你 你可能白费功夫啊 所以要亲师合作 亲师合作这个词啊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了 都知道 但是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单位 有没有长期办家长课堂 神德这么讲的用意是说 我们有时候知道的理 跟事没有融在一起 那他就变成什么 理论阶段 没有实践了 而真正是要实践了 才能得利益 比方说这个中医 给我们开了个药单 请问大家 这个药单就念一下 病就治好了 是吧 那这个功力也太高了 你要抓药喝下去啊 就好像你理解的道理 要去行 才能受用了 而这个道理自己有受用啊 你跟小朋友们上课啊 就不是照本宣科了 是什么 侃侃而谈 大家有没有发现 小朋友最喜欢听什么 谁的故事 老师的故事啊 我记得我第一年当班主任 我也常讲故事 因为孩子的理解力 还没有那么高嘛 结果 有一次 一个学生就说了 老师啊 你的朋友怎么这么多啊 因为我常常说 我有一个朋友 老师你朋友怎么这么多 所以他很喜欢听你讲故事 那我们想一想 教学生 首先要教什么 你们又要吓我了 教学生首先教什么 笑到 别吓我 对 也没有吓我 因为你们是初发心 菩萨 发心很可贵 因为 我们培训嘛 这个 刚好硬 大家初发心啊 我们一起来投入 圣教的 弘扬 那 孝经 就提到了 福孝 德之本也 孝是 德行的根本 所谓 百善 孝为先 教之所由 身也 教育要从这里开始 这些话都很有分量 代表教育 不从孝道开始 是什么教育 没有根的教育 老和尚讲经也 很善用辟语 老和尚说就像 花瓶里擦的花 很好看 可以看几天 现在的孩子 有没有很好看 但是你跟他相处两三天 还是这个年轻人 到你单位来工作 两三天之后 你一个头 两个大 他假如不懂得 尊重父母 他会尊重你吗 对啊 学历很高啊 他不一定会做人啊 所以老和尚那个比喻 我们再去体会一下 这个经典的教诲啊 我们要常常去品味它 不能把它当知识 我也看有好多 我们老同修 我们认识很多年了 我可不可以 请教你们一个问题 大家这几年的教学啊 你感悟最深的是什么 或者你对哪一句经句最有感悟 老和尚教的经教 师父领进门啊 修行怎么样 要靠个人哦 你对每一句的经句的领悟 都跟我们有没有 用心去力行有关哦 因为行会帮助我们解得更深入哦 假如比方说我们刚刚说的 亲师合作 亲师配合 这个理我们懂了 可是我们没有做 那我们能有什么领悟吗 不容易啦 哦 这是亲师合作啊 这个解形相应啊 老和尚讲经也比喻啦 你看老和尚讲经常常 for example 是吧 好 那这位老师 我们有没有养成 for example的习惯 对不起哦 我可能课程当中啊 会讲几句英文 因为我即将面临雅师考试 人过了中秋了 中秋大家懂吗 我相信有人不懂 因为我们这次有很多 初发心菩萨 老和尚有讲啦 二十岁以前叫春天 林同学啊 你二十岁了吗 哎呀 还有春天呢 年轻人在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春天的气息 这一次夏天不少 二十岁到四十岁 这个也是活力四射 夏天啊 大家用心领悟 我们今天看到 这个林同学上来做主持啊 你们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这个麦克风准备一下 这个 这一次上课我得改变一下风格 不能都是我在讲 你没有看我已经讲得这么苗条了吧 当然啊 这个有互动啊 比较了解大家的状态 吸收的情况 我有一次啊 刚好 这个 MCO的时候 我人在 马来西亚 刚开始 那时候武汉很严重啊 就大陆进不去了 当时候呢 刚好老和尚来过年 老和尚为什么在马来西亚过年 这个我们都要去观察去体会啊 我们不懂得观察体会 我们学不到东西啊 你要观察孔子啊 观察他跟学生配合的那一些故事啊 跟我们的教学息息相关啊 哦 佛跟弟子 那个互动 一佛出世 千佛永代啊 请问 这个千佛配合这个 千年大戏啊 演给谁看的 演给我看的啊 哇 哇 那你就领悟得很深啊 哇 你看 论语里面讲 孔子问子宫 你跟颜徽比起来谁优秀啊 哇 就子宫一听 哎呀 我怎么敢跟颜徽比啊 我呢 赐也文医以之恶 颜徽是文医以之实啊 哎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子宫有什么 自知之明 子宫也懂得 观察同学 没有嫉妒他 没有嫉妒他 接下来孔子讲了一句话 俘虏也 对 对 比不上 下一句呢 我欲辅 我欲辅 俘虏也啊 我跟你都比不上颜徽啊 这是一个老师讲出来的话哦 代表什么 代表什么 诶 他的学生超过他 诸位老师 你的学生超过你 你有什么感受 太高兴了 是吧 对啊 那颜徽表演超过老师哦 表演给谁看 嗯 可能是给颜徽长看的 我们有时候听一个道理哦 下一秒钟都想别人 这也是个习惯哦 比方说老师上讲 普贤十愿 请转法轮 请转法轮 我们要 请善之士 出来弘法 我们听到这里 又开始喵了 谁比较适合 谁比较适合 我初学佛的时候 在高雄尽忠学会 当时候礼拜天啊 还可以念佛 晚上啊 还有道工长老讲经 那一天我印象很深啊 晚上还在学会吃饭 那吃饭的时候呢 边可以看老师上讲经了 结果听经的时候啊 我讲的太激动了 有一点呛道了 所以你看 当老师的人要控制情绪 你看这个是不是都很重要 所以可能是 刚好呛道也是个教材 所以无有一法 不是佛法 信守年来都是教材 正面反面都是教材啊 呛道了也是教材嘛 对啊 只要你呛道的时候 不要起一个念头 我怎么这么衰 害我呛道了 影响心情 有一点讲不下去了 一切法从心想生啊 这个心控制好了啊 是根本啊 控制好 我们课程啊 这个言语 是心之声啊 心的声音啊 自然啊 不会差到哪里去啦 喔 所以我们当老师的认知喔 喔 不是 把 記很多东西排前面喔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啊 教学的本在哪儿 教学的本在哪儿 我们希望把 学生教好喔 欸 拉回来 学生是我们的依报耶 佛法很好用喔 依报随着 正报转 正报是我们的心喔 抓到根本啊 欸 我们的认知假如 没有抓到根本啊 叫舍本足末 没有人希望自己的教学 是本末倒置 舍本足末 也没有人希望 经营自己的事业 是舍本足末 或者经营自己的家庭 是舍本足末 没有人希望喔 可是往往 认知不到根本 做的都是舍本足末的事情 因为整个社会的风气 就是这样 比方说生病了 比方说生病了 谁去思考 我为什么生病 根源在哪儿 都是起一个念头 赶快看医生 一两铁药 给我好了 其实生病啊 可能都已经激了几年啦 那个根源在哪儿 根源在自己的情绪 根源在自己的生活 作息 饮食啊 谁在这里下功夫 比方说 找一个对象 首先考虑什么 当父母 或者是 找对象的当事人 他会考虑什么 对方有没有钱 我们自己没有很正确的观念啊 要不随波逐流啊 谈何容易啊 我们不是指责现在的人 而是我们要客观看清楚现在的状况 不只不会指责啊 我们会产生怜悯 因为总在欲缘不同 他没有遇到 五千年智慧的缘啊 那他怎么可能不随这个享乐主义 功利主义影响呢 人不可能不受环境影响的啊 我以前也是啊 我出来也是当top sales啊 也很想什么 第一桶金啊 也很拼命啊 没有遇到老和尚 那我也是追名逐利去啦 享乐去啦 那可能现在都不一定在这个世间啊 福报花完了就很难在这个世间啊 路进人就亡了 那我们去感受感受 我现在用感受两个字用了很多 社会都是享乐功利 功利会怎么样 急功净利 那人的心会不会浮动 会不会不安 对啊 他会想我要赶快赚到钱 赚到多少钱 他压力越来越大 所以现在有睡眠障碍的比例啊 可能超过两三成 睡不好喔 哎呀我现在听到人家说睡不好 大事大条啊 睡不好啊 阳气 就升不上来了 整个新陈代谢不了啦 这个撑不了多久啊 就生病了啊 而且呢 身体又影响心理啊 到时候又忧郁啦 到时候又忧郁啦 你们现在身边亲戚朋友 有没有睡不着的 有喔 喔 你们有没有去关心他 喔 你们头没有动啊 无量受精不能白堵喔 余珠众生 视若自己啊 你们有没有曾经一天 晚上翻来覆去 没有睡着的经验 隔天怎么样 昏昏沉沉欸 结果啊 你现在亲戚朋友是 半年睡不着觉啦 喔 就很难睡啦 或者我还听过 七天没有睡着的 哎呦 我也曾经三十六小时 没睡着啊 有时候那坐飞机啊 调时差没调过来啊 三十多小时没睡 喔 都感觉 脑这个虚火都脏得很啊 很难受啊 都想你把我敲昏好了 好这样我还舒服一点啊 什么 喔 经不只是拿来读的啊 解 行 相应啊 我们自己曾经有一两天睡不着 我们要马上能体会 人家睡眠障碍的人的苦啦 喔 这个解跟行啊 不能够相应的时候啊 我们学东西 会学出问题来喔 你说学还会有问题啊 请问大家 学一定有好处吗 不一定喔 老奥上有没有说过 越学越分别 越学越执着 那他有学啊 甚至我告诉大家 他一天听经啊 六个小时 每天喔 他还能听成 越听越 越分别 越听越执着 我遇过好几个 可以被无量受精的人 他们都有共同的一个特质 傲慢 被无量受精要花多少时间 不少时间吧 可是大家知道喔 我们用功 用在哪 用在心地上喔 六祖大师说的喔 不是本心 学法无意 我们没有认识我们的真心 因为你整个学习过程 就是要回归自己的真心啊 可是我们着在外向了 我要把它背起来 甚至看不到自己的心 可能有好胜的心在里面啊 那学法无意 甚至有害喔 而且当我们能背起来 别人背不起来 有可能这个慢心就不知不觉上来了 所以修行人的警觉性要很高喔 不然我们在修学路上 最可悲的不是别人骗我们 诸位同道啊 别人骗我们可不可悲啊 别人骗我们是再还掉啦 可是我们骗我们自己 那我们就把 无量节来 稀有难逢成佛的机会 给断送掉啦 所以我们修学 首先打破自欺一关喔 不能骗自己喔 可是要不骗自己喔 不容易喔 比方说我们也有看过 情境 欸 这个 家里的人劝啊 你别生气啦 你别生气啦 他马上接话 我哪有生气 我哪有生气 那 他 他看不到自己的念头 所以观心为要 而且这个心呢 我们还得看得深喔 看得浅 还看不到喔 喔 了凡世迅说的 从心缘 隐微处 心缘就是 心的 很深的这个 喔 我們说这个 因 这个 内心深处 那个因地要真 不能夹杂 明文立养在里面 不能夹杂 得失心在里面 不能夹杂 要别人认同在里面 不然就会有苦来了 因为一夹杂就有求 对方的反应 不如我们 求不得的苦就上来了 好 我们看了凡世迅用的词喔 他说 纯是 济世之心 救济 帮助整个社会的心 纯的 这是端 有一毫 魅世之心 会惨魅 你看佛门为什么 一日不做 一日不食 不求信徒 不求信徒 假如说 现在要求信徒啦 那 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 有惨魅啦 就很 很有可能喔 所以重要的是 要真正能让 众生得法的利益喔 不能起念头去想 供养喔 不然就夹杂了这些 错误的 想法 我们真正 为佛法 为众生啦 没有饭吃 老阿尚说的 委托菩萨 撤职查办 有信心的 就不会起这些烦恼了 好 好 好 那 这个 解形要相应 如地子规提醒我们的 解形不相应的后果是什么呢 不利行 但学文 掌浮华 成何人呢 浮华就是慢心起来了 所以学 只要学的 观念态度不对 这个学会产生问题喔 所以我们教育小朋友 也要先建立正确的 学习心态喔 不然他的心 我们没有注意到的 他就是好胜的性格啦 他学的就是我要把别人比下去了 他就学偏调了 另外也提醒到啊 只有力行 没有学文 没有听经文法 认己见 魅力真的 大家觉得这句 是在讲我们吗 我们听经喔 我们读经有一点很重要的态度 我是当机者 这样才能受用喔 老儿上 我初学佛的时候就有听到 而且这个初学佛啊 我们说先入为主 听到的一些观念 就影响我们整个几十年的修学了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老儿上提到了 佛菩萨跟我们讲的经教啊 都是我们做得到的 那佛跟你讲了这一部经 讲完之后跟你说 嘿嘿对不起你做不到 那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吗 哎呦我那时候 嗯对呦 佛讲经有没有起心动念啊 它是应激说法 它是随众身心 因所之量 哎 它应我们的机 那应我们的机 怎么我们会做不到啊 哎 这个观念 我印象很深喔 可是我有观察 一些同修 他们听经的表情 比方说听到佛菩萨怎么做啊 佛菩萨怎么做啊 老儿上怎么做啊 他那个表情就是 哎呀那是老儿上啊 老儿上是再来人啊 我们做不到啊 障碍不在外面 我们异教奉行 可以超过老师喔 这是炎灰的表演喔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喔 炎灰不到四十岁 他有一次危难 比较晚回来 孔子看到他 我以为你死了 你看炎灰回什么 老师啊 你在 我怎么敢死啊 这代表什么 他很清楚老师 来这个世间干什么的 他是要配合老师 把文化传下去的 你看他吃天命了 不知命 我以为君子啊 我们往君子的目标 要知道自己这一生的天命 使命是什么 诸位同道 我们知不知道天命 你看学了之后 接下来是要自己 去领悟耶 师父领敬门 修行靠个人喔 不能觉得 学习是老和尚的事啊 我只管听就好了喔 老和尚有一个专题 我们要好好听喔 善学佛法与传统文化 里面讲到要善思维喔 要善听喔 不要听歪了 听偏喔 善言善行 你听懂了 怎么落实在言行中 其实 这一个专题听下来啊 你假如只记得四个善 那你就不善 体会啦 那是举例而已啊 这个善智 要在整个学习过程当中用上啊 善观察啊 善领悟啊 好 东方的学问呢 强调悟性啊 可是大家注意喔 现在整个教育理论 教育现况 他的教学的方式 是不是让人悟性越来越开发 诸位同道啊 我们看清楚局面了没有 我们现在要 逆流而上 要 往狂然于祭祷啊 福大萨之江青啊 真的 我们下一代都教的一代不如一代啦 就像那个大楼要垮下来啦 我们得要 把他扶住啊 你们有没有体会到啦 一代不如一代 我的体会是一年不如一年啊 自从 智能型手机 问世之后 局面更加惨烈 请问 请问 各位老师 你们有没有教孩子如何使用手机 没有 阿弥陀佛 假如你没有 那你不是眼看看一个问题 一直摆在那里吗 那你不是执着你的教科书吗 学佛最重要的 因无所助 你不能执着 做好事会不会执着 会啊 你贝勒克会不会执着 会啊 所以心地功夫最重要的是 什么时候出现执着的人能看得到 这就是功夫啦 所以我们研讨 所有的内容 都是提升我们心地的功夫啊 但以妄想分别执着啊 不能振得啊 我们的念头有没有执着啊 有没有分别啊 大家还受得了 我这个 连续提问 有点 这种课没有上过 一般都是听 听课也会听出执着 大家知道吧 你看我现在马上问你一个问题 啊 我们遇到事情不能很自然的回应 就是我们有执着了 你假如听听听 身心很放松 然后突然我问一个问题 你说来 我来 对啊 你的身心融在我的问题里面 要回答我的问题 很自然啊 好 待会一定会出现这个情况 好 好 好 这个刚刚提到的 哦 先入为主的观念 所以主位老师啊 你们很可能是 孩子接触传统文化 先入为主的老师啊 你要给他哪些观念心态 爱 我这些体会 都是老和尚教我 我体会到的 所以我们不能看不懂自己的老师啊 不然我们在学什么 要观察老师 怎么用佛法的 他怎么落实在生活工作 主是带人接物的 他讲学的善巧在哪里 为什么他讲学这么色受人心 关键的窍门在哪里 那麦角在哪里 福建人请举手一下 福建人请举手一下 不算太多 离语要保留下去啊 那个都有几千年智慧的 你们不觉得 这个离语一念出来 那个味道就出来了 咪咳 是吧 你看尴尬怎么念 咳咳 音语同源啊 那个音声里面 就有那个词的意思了 小溪怎么说 卡啊 大海怎么说 大海 大不大 卡啊 你看 你看他嘴巴都很小 大的 嘴巴都很大 欸 真的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 你看造智 很有味道啊 你学起来 又押韵 不能断啊 阿弥陀佛啊 天命啊 这属于天命中的一象啊 你看 你看念起来 多美啊 还能唱了 是吧 阿弥陀佛圈规定不能唱歌 阿弥陀佛 我得克制一下 阿弥陀佛 一支草 一点楼 天没拽人 一楼 你看这种押韵的 念着念着就很自然旋律就出来啦 所以以前的人没有忧郁症啊 可能跟这个有关啊 啊啊啊 抒发 情绪抒发 现在都坐在那 没有抒发啦 以前叫摇头晃脑 对啊 来 有人帮我记一下 我们开始知天命了 第一 把礼语传下去 而且你看 以前读经都是用礼语 我唱 唱经典应该可以 都是用念的 他有运 你们下一次教弟子规 就这么教 弟子规深人寻 手小提赤井心 妨碍冲恶情人 你们三十七年不能白做 那个音乐轻快可以拿来用 当老师的你有使命感的时候 你就觉得什么都是教材 什么都是灵感 什么都可以信手拈来 我当初真的有这种感觉 为什么 因为我赶压子上架 要像弟子规啊 这是 21年前 21年前 我资深一个人 到了海口 举目无亲 像在公国 你要开始讲课啦 我要讲什么 突然 过了一段时间啦 我觉得 每一个人 都是弟子规 每一件事都是弟子规 都跟弟子规有关 我就录了 弟子规三昧之中 没有啦 没有啦 没有那么干净 就是你 什么都在思维这个事情啦 看 从罗像看上去 看着一个妈妈带着孩子 弟子规 看到他干什么呢 吃甘蔗 结果这妈妈吃啊吃啊 就往右边吐 他的儿子吃啊吃啊 往左边吐 两条线 是不是弟子规啊 弟子规是儿童教育啊 教育是以身作则啊 你这个故事一讲啊 家长就在想啊 哎呦 我有哪一些习惯啊 孩子正在学啦 提醒到他啦 所以佛门说 至心一处 无事不办 你很专注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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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会感觉 头头我是道啊 左右逢源啊 六成说法啊 不是到极乐世界还可以哦 我们有使命感的时候 这种慈悲心啊 真诚心现前啊 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是一个心哦 就是我们的真心哦 那为什么说成五个呢 让我们能多能感受到 哎 我现在这个心是不是真心 所以把它讲成五个 这是老和尚的善巧方便哦 我们看懂没有 看懂就学到了哦 老和尚在讲这五心的时候 前面讲了什么话 讲了 大臣起信论 说菩提心 执心 身心 大悲心 不是很好懂 观无量寿经 说菩提心是 自成心 身心 回向发运心 还是不好懂 那接下来这个五心不就感觉到老和尚 他能感受 听众 能不能理解这些词 进一步用善巧的方法 让我们更容易体会 所以教学者要不要善巧方便 今天 我们要讲的内容 是文言文 你能这样念给小朋友听吗 你要把它翻成白话哦 首先第一点 我们的文言文要提升哦 好多古书啊 资料非常丰富哦 我有 请到 我们大陆 赵小龙老师 他现在也在线上都在 交小朋友啊 上家长课 因为他的名字叫赵小龙 他知天命哦 他要造一条小龙 因为龙头是汉学院 他造小龙 嘿嘿嘿嘿 欸 名时相符啊 每个人的名字都有在命中的使命在里面 是吧 你的 你跟你的名字不相应哦 人家喊你一次名字哦 你就折一次福报呢 名义福也啊 比方说 人家称我的法名成德 我假的不努力修德行 现在都是随顺习记 人家每叫一次 我就瘦0.1克 是吧 名不符实啊 这是真的哦 我不是跟大家说笑的哦 大家要懂我的原则 我每一次讲笑话的时候 一定有理在里面 我没有讲纯笑话的 这是我的风格 我们认识的亲戚朋友啊 不止一个哦 名字取什么 中正 哎呀 这个政治可不简单了 你去查查历史当中啊 历朝历代被分为文正公的有几个 十字手指头算得出来 那德行达到高点啊 你看清朝 曾国藩先生 哦 那个 元朝 许恒 新竹 许恒不是 逃难的时候 那个离子他都不去拔 宋朝王诞 宰相度里能称传哦 没几个哦 结果我的亲戚朋友啊 取这个中 哇 喜怒哀乐之未发 未之中啊 我们叫中华民主耶 这个字可不简单哦 结果生病 都不好 有些人就去给观世音菩萨剁肝儿子 比较有靠山 这都是真的哦 改了名字 才没生病哦 所以名副其实哦 大家看 我父亲给我取这个名字 这个典故是什么呢 我们家叫李春啊 我们那个李叫李春 所以是这个典故啊 那这个也是不能忘本啊 不能忘故乡啊 那父亲又选了一个序字啊 序字是九个太阳啊 代表你要把李叫怎么样 发扬光大才行啊 哇 原来是我爸爸给我定了天命 我当然做得不好啊 我还在代罪立功 我还在继续加油中 佛菩萨很慈悲 虽然做得不好啊 心没有退 心没有退 佛菩萨还给自己机会 好 好 那 好 这个 刚刚是说啊 要记录一下天命 第一条 把礼语啊 要传下去 第二条呢 第二条就是 我们很可能是 这些 深深学子 你们的读音是跟大陆一样嘛 这个我得先 路径问俗 不然我念的跟你们不一样 你们会生烦恼 这个都是老上教的 好 所以第二个 我们很可能是孩子 建立学习传统文化 正确的知见 正确观念 态度的老师 都没有离开我们的身份 本分哦 那刚刚讲到 你看老和尚 看到两部经典 对菩提心的解释 大家要了解 认识菩提心是非常重要 佛 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 从理上 没有离开要全是 心性二字 都在讲 从理上 就是让我们真正 认识真心 放下忘心 舍忘归真 都在讲 心性 这是应光大师总结的 我 陈德觉得很精辟 从理上 不离心性两个字 从事上 不离因果 两个字 掌握刚领啊 你要领悟 佛所说的道理 不难啊 刚举目章啊 所以认识真心 所以认识真心很重要哦 老阿上用心良苦哦 他把这个至尘 直心用真尘 我们容易体会了 再来呢 直心身心不容易理解 他老人家用清静 诶 我的心有没有更清静啦 染污更少啦 一讲 身心 有时候我们领会不了啊 我们假如学到老阿上 这个精神啊 你用出来哦 哇 那你的教学状况不一样了 你随时在体会 学生的程度 你的教学就应激啦 那这个 赵老师呢 他 前一段时间 分享这个 也是老阿上特别强调的 道德重书 他讲因果的 现在 因果教育要排第一啊 刚刚讲孝道 我刚刚这两句没有冲突 讲孝道要把因果一起放进去啦 这孩子会产生敬畏的心啊 武力父母啊 果报真的是天打雷劈啊 古今中外都有例子啊 现在 不学啊 你说他不武力父母多难啊 风气影响啊 那这一套书呢 文字都很短 都是文英文的 写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呢 会不会一看到文英文 头就发炸 大家要知道啊 障碍不在外面 在哪里 在念头 我们的念头里面有什么 文言文好难哦 就是这个念头 我以前跟你们一样 我中文都考不及格的 但是就是因为 又是老儿上的恩德 你看 我讲什么都离不开老儿上啊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论一个理 马上老儿上就出现了 哪个态度 哪个心境 都是老儿上 那我们当学生 要看得懂老儿上的心啊 老儿上讲啦 这五千年是 我们老子中是最爱后代子孙的 文英文 全世界最伟大的发明 你懂文英文了 你可以直接跟几千年前的 祖宗孔子学习 这真的是最伟大的发明了 哎呀 我们现在居然不珍惜啊 祖宗造智啊 用这个载体啊 这是表意文字啊 其他的文字是表音文字啦 说话跟文章一样 大家有没有感觉 现在电脑语言很多 有时候人家一讲我都听不懂 才多少年啊 就变啦 所以古人考虑得很周到啊 写文章都用文英文 所以你熟悉了 那个是熟悉的问题 怎么熟悉呢 就是每天看 十分钟 大家知道 我 我为什么要开十分钟吗 我开半小时啊 有人就皺眉头了 不知民间极苦 你不知道我又当 又当妈 又当太太 又当媳妇 又当老师 教人以善物过高 他十分钟能坚持得到利益了 他自己会从十分钟加到二十分钟 我们一下子很高哦 人家一听 阿弥陀佛 这都跟教学有关哦 要寻寻善诱啊 不能目标定太高 让人家忘之却步了 不敢学了 有邀请到赵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因果教育 因为因果教育让人不敢作恶 他要建立起来才不会被这个大洪流的诱惑所影响 所以教因果教育 可不容还 那刚好呢 这个赵老师又 曾经讲过几遍这个 春学旧语 这就是一种沉传哦 沉传什么呢 古代教书先生 一代传一代 这一位 这个刘宏典先生 应该是在教师俗很杰出的一个老师 人家一直请他 把心得写下来 说实在 你看他的心得 引了多少句古圣先贤的话 他也是素而不作啊 这样下来的 但是又融入了他很宝贵的经验 大家先不用翻书 Look me 这样你一分心了 这个我幼小的心灵会受到伤害 这有一点 存笑话 不是存笑话 佛法说 慈悲为本啊 随时要能感觉到我们的言语 有没有脑害到众生啊 不杀生 在座应该有持五界的居士 第一个不杀生是不恼害众生啊 所以一句话 可能会伤到对方 一个表情会不会伤到对方 会啊 因为那本书 长得比我庄严啊 好 所以五有一把不是佛法吧 好 所以他 这个下的功夫也比较深 我们也安排时间了 让他跟大家分享 把这个经验传承下来 好 麦克风要给大家了 大家刚刚看到我们这个林同学主持 你下一个念头是什么 这个没有标准答案 Don't worry take care take easy 是吧 你们不要 学佛最重要的不要落印象 你们曾经被人家问到 回答不了很尴尬的印象 一直留在你们的心中 造成你们现在的障碍 你看我们这个脑子随时会去抓 那个阿赖耶士里面的东西 放下 放下 放阿弥陀佛佛号就好了 以前那个一想会害怕的事 都过去了 从前种种 譬如昨日死 来 有没有 没有标准答案 你是什么就说什么 什么感受就说什么感受 没有感受也可以说没有感受 是吧 到在平常中 不要自己给自己增加压力 你说没什么 也是佛法 是不是佛法 是啊 是啊 看了一个东西 什么感觉都没有 无名 对啊 我们自信本有智慧啊 你一看到什么人 智慧起用了 你就有感悟了 看到什么事情 感悟了 三人行必有我思焉啊 决性是本有的 现在用不出来了 代表什么 你最近烦心的事比较多 是吧 人心里有事情烦的时候 你看什么事没有 没有很多误助的啊 甚至于你的魂就没有在当下 我们应该每一次上课先念十身佛号 把魂召回来 有没有道理 大家以后给小朋友上课 我们先念十身佛号 他是定下来听课 跟心还晃着听课啊 那效果是差很多的哦 而且你让他念十身 是请来诸佛如来帮忙哦 念阿弥陀佛 一切诸佛都加持哦 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 所以我们教学啊 我们不是单枪匹马 我们后台很硬的啊 Don't worry Be happy 要enjoy教学 好 像我们这次还请到我们颜会长 这我们 静中的长老 他来跟我们谈 牢上 所 给我们指导的 静主宗啊 教理行果 每一个法门啊 帮我们提升心的境界 佛家是至心啊 你看我们念佛就是一心不乱啊 念佛即是至心线啊 念着念着我们的真诚念出来了 那这个 信我们的五经一论 我们的主师教会 解 这些经教之理 行 这些经教的行门 三福六合三学六度这些要去行啊 那我们就会正 正果啦 我们就会 很有收获 早一点 法喜充满 早一点 功夫成片 拿到往生的把握 好 诸位同道啊 我们教书 跟念佛有没有关系 有啊 教书是心去教啊 心要安定 真诚 一定要靠念佛 我们一不念佛啊 妄念就多 当我们妄念常常做主的时候 上台要真诚是不容易的啊 所以要把念佛摆第一啊 这句话有没有道理 有啊 好 你看我们林同学站上来 我们就有很多东西可以聊了 所以大家以后上课不要怕没东西讲 多念佛啊 慢慢心清静啦 你会觉得 一切人事物 都是典籍 李秉然老师有讲哦 世人只知有志之书 不知无志之书啊 刘邦有没有读书 刘邦不怎么识字哦 可是他社会大学读得不错哦 什么时候读的 Anytime Anywhere 这是我的猜测 我还没有跟刘邦建立联系 但是猜测啊 他还是很用功的哦 不然要当皇帝可不勞利啊 日理万机啊 有没有人愿意 feedback我一下 阿弥陀佛 有请 阿弥陀佛法师在这里 阿弥陀佛 尊敬的法师好 尊敬的大德好 那么师敏这里呢 看到林同学呢 就感觉到佛法有救了 至少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啊 他们大多数的时间是在做什么呢 都是在玩手机吧 就是很少有像林同学这么发心来 互持正法的 那么师敏呢自己也有负责这个网课的行政 那么 师敏有邀请了这两位 林同学还有吴同学来 参与师敏的那个网课的护法工作 那么师敏很感动呢 就是林同学呢他跟他同学说了一句 他说我会把网课放第一 其他的其他的事情我会搁一边 所以先全力护持网课 所以师敏真的很感动 现在还有这样的年轻人 谢谢法师阿弥陀佛 好谢谢 好这个 大家看 年轻人 大多的学生啊 成长了 很承担了 这是我们教学者很大的安慰了 所以我一看到这个林学长 哎呀 陈传 代表我们马靖宗 这个长期 我们成立二十多年了吧 快三十年了嘛 一代人啊 所以 传统文化 当中啊 比方说提到治国 第一件事 就是要有传承的人 皇帝登基第一件事 立太子 俗话也说的 不孝有三 吾厚为大 所以有同修跟我说啊 我们进宗学会现在都只剩老人啊 那这个要有警觉性了 而且啊 我们也要传 帮 带 把所学的 把经验传 帮忙 而且要带着 带着 他就可以啊 把理跟事很快的结合 这个年轻人还是要带啊 这一点 自己是体会比较深 因为MCO期间 我 哪里都飞不了啊 我本来是空中飞人 常常坐飞机的 突然两年不动 结果这些年轻人 都二十岁上下的 每天都见到我 这些孩子 毕业之后啊 都能承担责任 我就感觉带人太重要了 所以我不能再飞了 所以你看我也是 刚刚说代罪立功啊 在二十年前 就有同仁跟我说了 他说老师啊 那时候还没出家了 你像一只母鸡一样啊 到处生蛋 生完就跑了 哇 罪过啊罪过 十多年之后 才稍有 体会到人家的提醒啊 好 希望这个领悟啊 不会来得太慢 好 好 所以 我们应该是 一接触到一个情境 我们就会很自然有一些领悟 或者你遇到一个情境 你很自然就 就生起烦恼 会不会这样 看到这个年轻人 跟我孩子差不多 你看人家都来这里 我那孩子还在那里 生烦恼会变一种习惯哦 提起正念也会变一种习惯哦 修行就是修正行为 就是修正习惯哦 好 我们这一期课先交流到这里 接下来会有很多 回答问题的机会 大家带着非常愉快的心情 我终于可以讲讲话了 好 谢谢大家阿弥陀佛